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油管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华为天才少年离开华为之后被百度投资了的事情 这个人叫智辉君 他的真名叫彭智辉 原来他离开华为的时候我们专门录了一期视频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离开华为了 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彭智辉 电子科技大学本硕 生物医学工程本科 信息与通信系统专业 研究生 2018年毕业第一份工作在OPPO研究院 然后是一位B站的网红 就是他经常会发一些自己制作一些小的机器人 或者小的这种很有趣的小玩具的视频 在B站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2020年华为天才少年计划 把他招募进去年薪百万起步 但是具体挣了多少钱咱们不知道了 进去以后是成为升腾AI边缘计算专家 什么叫边缘AI边缘计算 就是我们正常的AI计算有的时候是在云端的 像OpenAI这些都在云端 但是有些是在边缘的 实际上就是在一些终端设备上进行计算的 指挥军就跑去华为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2022年底正式官宣离开华为去创业了 那么一个2C的实验室性质的频道 因为其实指挥军做的所有的这些内容 都是更像一个2C的产品 比如说他做的自行车 做的就是自动自行车 他可以无人的去去一些地方 做的这种机械臂 做的很多这样的透明电视 都是一些2C产品 而且他做的很多东西是实验室性质的 就是没法去量产 每一番去作为商品化的东西 但是吸引了大量的人去关注他 华为有钱的时候 或者说做2C项目的时候 比如做卖手机的时候 他养着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是OK的没有任何问题 跟他整个的品牌宣传 跟他整个的用户市场划分 也都是比较匹配的 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该砍也就砍掉了 因为华为现在其实主要是2B市场 智慧军做出来的东西 更多的是大玩具 这些产品对于2C市场 还是OK的 但是现在再用这些内容去传播 就显得不够稳重 因为你对于2B来说 你看这样的一个大玩具 你要不要 万一用户真说要 这事就麻烦大了 他做不出来 就是他的很多产品 是没法产品化的 比如说 无人驾驶的自行车 你说这东西 万一哪个用户一拍脑袋 说来给我来一万辆 然后我要把它放到大街上 这事华为是错不出来的 所以他就离开了华为 如果智慧军留下 真的去做什么边缘AI计算了 也是一种浪费 因为对于一个网红来说 它的核心价值 一方面是它确实有人格魅力 有技术能力 有实现能力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的流量是很值钱的 那么你如果把它真摁在那 让它默默无闻的去做AI边缘计算的话 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但是在这一点上 华为要比格力要聪明 所以华为让他离开的时候 说业绩表现非常好 一直都是顶尖业绩 而且拿了很多的奖项 总裁奖明日之星 然后金牌团队 拿了非常多奖 就是他走了 我们也很惋惜 对吧 这样其实就是大家相见于江湖 对吧 这个还是可以见面的 但是像格力 像很多MCN机构 在这一块上就没那么聪明 所以不要跟网红过不去 那些压榨网红的MCN机构 就属于不够聪明 但是他没办法 因为他挣的就是这个钱 你这边对网红好了 那么其他人 那些不够红的人 就会跳脚 这个事情就没法搞了 这个团队就难带了 当然格力属于更加另类的 把这种网红干掉了以后 还要后边说 这个人如何如何不好 如何矿工 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 一方面呢 这些人网红是流量 他是可以出去说你话 他是大喇叭 对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 叫末期少年穷 人现在年轻嘛 以后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你现在骂人半天 万一以后人家真行了呢 那么这一次 智慧薰做什么呢 做的这东西叫哪吒机器人 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做的每一次的东西 就是让你去看了以后都很有感觉 虽然你可能拿出来以后 没法去商品化 没法去实用 但是呢 很有趣 智慧军呢 一直都有机器人的梦想 甭管是他做的机械手 还是智能自行车 都算是一种机器人 他的机械设计 机械结构 自动化控制 等等方面呢 也还算是擅长 现在呢 是已经做了一个叫步进机构 什么叫步进机构 就是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个东西 相当于是机器人的腿吧 就是他把下半身做出来了 这个东西呢 这个硬件设计 他已经在设计软件里头 把所有的零部件都设计出来了 3D设计 然后机械设计都做出来了 原型也生产出来了 有人给他 就是他也花了钱了吧 把各种零部件都做出来了 然后也拼装好了 当然这个是他做了一个视频啊 在B站上 大家可以去搜指挥军的这个视频 我会把那个B站那个链接 放在我这个视频底下吧 这个指挥军也把这个机器人拼起来了 然后控制电路和程序呢 也基本上做出来了 就是至少电路做出来了 然后程序呢 是不是已经完善了 不知道 因为现在这个机器人还没法动啊 只能放在那放着 所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状态现在还没法去看他演示 但是他比较奇葩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做了一个叫 轮足设计 什么叫轮足设计 就是他说这个在平地上啊 一定是轮子更节省能量 双足机器人或者是多足机器人 他是这个能量转化比是比较差的 就是他续航差 你用同样一块电池 两只脚走路啊 他这个一定是没有那个轮子省劲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两边都想站啊 他就做了一个叫轮足设计 就是他们的一个轮子呀 这个正常是这样 两个轮子可以立在地上走啊 然后呢 当他需要这个用脚去走路的时候 他被两个轮子放坦下了 这个用轮子一面着地 然后他可以这样往前走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设计 叫足轮设计啊 就是说他是两个轮子是始终是这样的 当他需要走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轮子直接锁住啊 就是相当于刹车刹死了 然后呢 可以往前走 然后可以跳啊 可以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呢 就做了一个叫轮足啊 就是他这个轮子是可以放坦下 可以竖起来的啊 所以他现在叫管这东西要哪吒嘛 就是底下这个啊 叫风火轮啊 我可以立着可以躺下 控制这个轮子立下躺下这东西呢 是做成红色的两个支架啊 说是叫魂天灵 在最上面装了一个小的组件啊 叫叫火箭枪啊 实际上是用大疆的某一个组件装上去的 所以他们叫哪吒 这个距离工业化产品呢 肯定是相差甚远 他呢 现在这个产品应该属于叫个人玩具啊 和流量工具的一个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东西他自己能玩 你想把这东西说我也想买一套回来 你装不上 对吧 装完了以后你也调不通 然后也让他走不起来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以后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大众玩具 那是以后的事情 当然现在这个产品作为流量工具来说已经够了 他这一个视频有205万次播放在这个B站上 如果是在优惯上205万次播放 那是非常非常多钱的 对吧 那应该能够挣到一万美金 以后啊 有可能会成为大众玩具啊 但是如果成为大众玩具呢 就还是需要拼装啊 在复杂度 在成本上要进行控制 以他现在这个拼装复杂度 因为视频上显示了一下他怎么拼装吧 我觉得现在大众是玩不定 玩不动这个东西的 然后大规模应用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啊 因为像他这样的一个产品 真的给他在比如工厂啊 或者是这种物流车间啊 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地方 去给他找一个应用场景 还是不是那么现实的一个事情 我宁肯相信是马斯克的那种 晴天柱或者是雷军的这个铁袋啊 这个有可能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定啊 但是他这个还有一定距离 现在完成到什么状态了啊 就是机构机械结构拼起来了 已经能站那了啊 但是呢是不能动的 为了这个拍摄效果 他把大疆机甲大师的那个脑袋拆下来 然后装在这个上面 然后还要戴上VR眼镜 他在你这边头晃的时候 然后前面那个脑袋是可以跟着动的啊 把这块给他做上去了 让你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是能动的 但其实所有这部分都是大疆做好的 他只是把那个大疆的那个脑袋拆下来 装在这个 就是等于是有两个腿 有一个腰啊 这样的一个机器的那个腰上了啊 就直接装在这个这个身子上面啊 然后让大家觉得好像是能够动一下 他这个公司呢叫制圆机器人啊 智慧的制 元朝的元啊 制圆机器人 现在呢是第三轮融资 离开华为故意就直接拿了一轮 但是呢 华为自己应该是没头 就是谁到底是主动的 这个一定要离职 被反复挽留 还是说大家协议走掉 还是说被开掉 这个事是有标志的 如果说我一定要走 然后被怎么挽留都非走不可 那么在这样的人 一般情况下低轮融资 这个公司会给钱的啊 上一家公司会给钱的 然后第二种就是说 大家好说好散 就是像智慧君这样 你走吧 我们相忘于相胡啊 以后有机会大家互相帮忙 对吧 这叫好说好散 然后呢 这种被开除掉的 就是像这个孟宇童那样的啊 开完了以后 人家还要骂他两句啊 这个是不一样的玩法 就是我们看结果 然后能够猜出前面的这个过程 后边做出原型 估计是又拿了一轮 现在是拿了第三轮估值 已经到十几亿美金了 已经到独角兽的状态了 百度旗下的机身 经纬高荣等一线VC 一起来参与了这轮投资 那么机器人呢 肯定还是少不了大模型的 那么他们现在说 我做了机器人 后来要加大模型 就很多动作和规则 都是可以通过模型 进行训练和生成的 这是后话 哪吒机器人的未来会什么样 第一个呢 就是他一步一步的完善 现在等于我拼起来了嘛 那么下一步 我得让他动啊 对吧 你像这个雷军的铁袋 还有像马斯克的擎天柱 都是要在从小步的 一步一步的那挪 到这个摔跟头 到这个什么 他总是要做这件事情的嘛 那么他这个哪吒 肯定也是要一步一步完善 一次一次迭代 然后一条一条出视频 这个是他比雷军 比这个马斯克强的地方 因为他自己是个网红 但是马斯克是个大网红 雷军也是个网红 其实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做这个机器人都得是网红 但是他可以一条一条的说 我又做成什么样 我又做成什么样了 对吧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可以不断的吸引流量 吸引用户的关注 最终呢 可能会成为一种小众玩具 就是说他不是说 只是我自己的玩具了 他就可以把一些散件 拿出来让大家拼起来 应该也不会太贵啊 因为他如果没有实际用途 不需要载重 不需要这个啊 进行这个很高的可靠性的话 他这个成本 应该还是可以控制的 一些这种展示场所 大学研究所啊 都可以摆放啊 可以来吸引流量啊 很多的专利和设计呢 可能会有其他的用途 因为这个啊 从哪吒现在设计的 这个样子来说 你说我再有一些 什么其他的用途啊 或者有一个实用 现在很难 可能再迭代一些 再去换一些新的样子 有可能会啊 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 啊 但是呢 你说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公司 为什么现在就值这么多钱了呢 因为前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 这个榜样就是大疆 从小众玩具到大众玩具 就是大疆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真正能买得起 能玩的人其实并不多的 后来啊 变成大众玩具 就是很多人都可以买 如果现在不是各地方禁飞的话 呃 我都想去买一个啊 现在你要想在北京玩玩大疆 需要一早上啊 起床 然后开着车 到六环外边去 然后玩个20分钟再开回来 你可能总共玩到20分钟 在路上跑一天 但是已经算是一种相对大众的玩具了 很多人都可以去玩 而且呢 从玩具这个基础上 然后变成了一个有实用价值的东西 它变成了一个拍摄设备 对吧 现在大疆除了啊 做无人机拍摄之外 还有很多的专业电影摄像器材 都在做出来啊 而且做很多的运动摄像器材都做出来了 然后他还开始做什么体育竞技 就是大疆有一种机器叫穿越机 专门是做体育竞技的 而且还渗透到行业里边去 比如说这个农业无人机 它可以专门帮人喷洒农药 有了一些真正的产业级应用 这个现在这个哪吒机器人 可能还没法去直接产业应用 但是呢 我相信就是这个公司 如果一步一步这么做下去 是有可能再发展出一家 像大疆这样的公司来的 那么是不是说啊 一直在广大用户 或者广大观众的网友的关注的情况下 他一代一代出来这些机器人 是不是就可以大家 比如说买了以后陪着我去买菜啊 陪给我去遛狗啊 给我去做一些什么 其他的这种拍摄的事情啊 假设我比如说要去登山 我要去这个出去郊游 对吧 我希望有一个设备 能够拖着我的帐篷啊 摄像器材啊 拖着所有这些东西出去 走到一个地方 还可以帮我照张相 我一个人四处出去玩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挺好的呀 对吧 这种时候他就不能用轮子 就一定是要用腿对吧 但是你说在这种时候 到底是两条腿好 还是四条腿好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从我的角度上说 可能四条腿会更好一些 因为美军现在已经用 波士顿动力的这种 四条腿的设备 开始去给他们做一些 战地上的这种啊 资重的搬运了 对吧 那么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以后出去玩啊 带上帐篷 带上水 带上吃的 带上炉子 带上所有野营器具 带上摄像器材 然后走到那儿 给我伸出机械手 给我照张相 这种事情 我觉得四条腿的 可能会更好使一些 对 那么这是未来啊 我们也希望 指挥军可以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啊 越走越稳 好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